早晨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名工 究竟一條十分鐘的影片要製作多久呢? 今天我剛好就要回到公司製作一條Vlog 所以就邀請大家陪我一起 上班啦! 第一步 不是第0.5步 當然要填我的圖先啦 進運的燒賣加上龍城的奶茶 簡直就是Breast Combo 千萬不要小看這幾粒燒賣 今天閒閒地都要坐了十幾個小時 怎麼都要有精神食糧 在緊急的關頭跟你說一聲 第一個步驟就是看鏡頭 這個步驟可長可短 就像你今天要畫一幅畫 你也要知道有什麼顏料 才知道今天要畫什麼風格的話 那我們就一起看一下 究竟今天的鏡頭有多少呢? 千萬不要 欸!25分鐘! OK!OK! 今天很幸運啦 只有25分鐘 而且因為平時可以去到一個多小時 90分鐘 甚至更加多 看完整個照片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部 就是A-Cut啦 即是把現在有的照片拿最精華的十幾分鐘出來 最主要剪走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NG 第二過於湧場的畫面 第三就是容易被人斷章取耳的對白 NG的意思就是 N... 第二點就是過於湧場的對白 因為當人一說興起興奮的時候 就忘記了其實隔壁那個人 未必想知道 周星啦! 四五百塊 第三就是容易被人斷章取耳的內容 因為當一條片呢 要被人剪走五成甚至更多的內容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造成 前文不對後理 是不是前文不對下理? 還是上文不對下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全民造星》 或者其他真人Show啦 他們錄製的片段的量是多到不得了 但剪出來其實可能只有半個小時 又或者是一個小時 如果一不小心處理的話 就很容易釀成這個公關災 免得PRO的同事又要OT 所以這類型容易被人誤會的對白 我們大多數都會... 那是不是代表說真話就要被人剪走啊? 當然不是啦 現在就來到我們第三步就是 加特效 特效來說 在亞洲地區最主要只有兩種而已 一種就是日韓的風格 一種就是台灣的風格 日韓呢 就通常有這個簡藥的浪漫風 通常就注重一些排版啊 美感多一點的 台灣呢 通常就有一種綜藝一點 節奏快一點的 搞笑一點的風格 雖然現在你看這條片就看出什麼風格 但是呢 對Final Cut來說 他們呢 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有很多這些 一格格的紫色格仔 現在呢 先報一下時先 1.56分 差不多剪了8個小時 如果你扣回吃東西的話 可能剪了6個小時 到啦 那我終於呢 就剪好了這一條 啊 真的很辛苦 其實呢 剪MV的網路發授 我自己覺得 是最辛苦的 通常呢 就要不斷努一下loop那首歌 我本身是 可能你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呢 你滾一下滾一下 你開始都會覺得 啊 這首歌單曲循環了8個小時 啊這首歌 不可以繼續做 來到最後一步 就是聲效和背景音樂 如果畫面呢 是一條片的骨幹呢 一條片的靈魂就一定是聲效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上映像是指 我會用這個jibre來展示 三個不同的feel給大家 第一個 就是奸角有報應的大結局 第二個 就是在喜劇裡面 被人誤會的主角 第三個 就是剛剛被人裁員的員工 除了選好一堆表達到你心情的歌之外呢 我通常都會加上一些彈幕 令這條片看起來更加豐富的 如果一個彈幕有一個聲效的話 快速呢 其實一個多鐘都會搞定 但是你不要看這個步驟 好像很簡單 很快手的嘛 如果你晚上做的話 分分鐘做到明早還沒做完 明晚才做啦 啊啊啊啊啊 最後一步就是Double Check 和輸出條片 這時候你可以做事 只有丟躺盜和祈禱 為什麼要祈禱呢? 因為你要祈求上廚 千萬不要Export Fail 不然就要重新來多次 為什麼會Export Fail沒有原因 有時候觸碰到就不聽話 所以只可以祈禱 還有你可以跟自己說 辛苦了!你終於搞定了! 你開下班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實剛剛所說的程序和時間 都是我個人的做法 不是每一個YouTuber、剪接師都是這樣做的 那就給大家一個參考參考 多謝你們看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